大家好 我是石涛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涛哥砍电影当中的最新的一个节目 黑客帝国 黑客帝国是1999年拍的 有人称作为1999年是好莱坞电影界的化时代的一年 而这其中黑客帝国带有着极具的这种经典的代表性 黑客帝国透过了对电脑人的说法 透过了人间人在自我发展过程中 自己被自己创造出来的电脑给奴役了 人为了自我拯救 重新要恢复起 重新唤起人性本身 生命本身的在这天地间的认知 在这其中 包括着人生命的理解 包括人与天地间被人们称为特异功能也好 被人们称为人的肉体与灵魂之间的关系也好 包括人的精神灵魂的升华 会促使生命与火重生 在这种相互对应之下 在人现实的环境中 这个影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表面看起来 它的打斗电影的技术 而在我看来 真正能够引起人反响的 是每一个人在这个影片中都可以找到自己灵魂深处 对生命那早已认知的某种成分 某种感情 某种氛围 要收看涛哥砍电影 对你就在Google上 或者YouTube上 去打入涛哥砍电影 你就可以看到涛哥砍电影当中的 在YouTube上的内容了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 石头评述 有个朋友在Facebook上问了一个问题 他写得非常长 而这个问题牵扯到宗教信仰 牵扯到中国的一些修炼 其实不止中国了 一些修炼当中的 对人和往上走的境界的 这样的内容 那这个内容 他说石头你怎么认识 那我个人咱们先声明 就是那句话 楼外楼山外山 天外天人外人 那我个人可能还在楼里头呢 那这只是我个人的认识 那个 我只能这么说 因为生命之间 如果有不同境界的生命 彼此之间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 我已经是尊重的 而且绝对不是说 我个人的认识就是这么回事 因为你今天的认识 明天你的境界改变的时候 你可能就否定了 所以这是在 人看东西都是死的 你得论证 那你在修炼人 中国传统的文化 他可不是 他是活的 对吧 就像我说 那时间是个神 时间就是生命 空气是不是生命 物理上讲 他就是一个气态 但他能要了人的命啊 他能杀了人 人不呼吸 就两分钟 全都嗝皮着凉 大海糖了 那你说他是活的 你说他是死的 在现代科学当中 他是死的 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他是活的 他因为自己都能要人的命 所以我自己才说 你科学某些认识 理解上 把人自己扼杀了 雾霾 对吧 把空气杀了 人要赚钱 把空气杀了 牛脸空气就杀你 穷顶之下 人家财经那个说的 也是那么回事 穷顶是哪啊 是一个形容词吗 对吧 那你让我说 那就是在一定的范围内 人把自己干死了 干在那无形中 干在那人认为 根本就没关系的 烟给他放了 瞎咪了 对不对 就给自个儿盖在盖底了 这是认识不同 那在现实的环境当中 我个人对无心的认识 心指是人的心 人拥有心 我记得还曾经跟大家 你看人的身体都是对称的 对吧 两只手啊 鼻子不是对称 鼻子嘴一定在中间 器官都在中间 偏偏人心是偏的 偏偏人心是偏的 那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这里面有着生命的含义 偏心眼 这是咱们常说的 当人心不在中间的时候 心不正 人心自然就心不正 但人是神佛所造 因为人心不正 所以才有归正人心 向更高层升华 你可以信 你可以不信啊 这事说的有点 大家说 人说有心无心 你怎么就人心不正 跟这个心脏放在一块 我还是说那句话 可能在人家修炼 更高的人的眼睛里 一切都是历历在目 人心为什么不正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那你在我个人 修炼不打地的角度来讲 只能去体会 我仅仅是我个人的体会 李小林 去庙里来 还有自己的法号里 那网上最新的报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 大师谢天机 李小林信佛 法号 格丹殃金错母 真见不好啊 你别乐 大师谢天机 天机这个词 都被随便用了 天机 天上的不是人的 哪能让人随便说啊 今天的人 为了 人心 而越怎么诱惑人 越怎么来 这张照片啊 网上披露出来的 格丹殃金错母 李小林 在内蒙 某个寺院里面 参拜上师 那就不知道了 这里说 为什么话这么说 人家拿了一个什么 两万多块钱 两万多港币的一个包 去参拜上师去了 就这么点事了 所以每个人有人嘲笑他 有人说这说那 大唐集团官网25号披露 李小林以大唐副总经理 党组成员身份 23号到内蒙大唐 国际托克托发电公司调研 同一天 内蒙著名的佛教大师 叫仁波切活佛 在自己的微博号上披露 李小林近日专程到了内蒙古的寺院 拜访了金刚法王 仁波切上师 他说仁波切上师是藏传佛教的金刚上师 血域实名文化成传师 令人关注的是 李小林受戒 并且有了自己的法名 他也提到说 李小林这么做违反了党的规矩 在今年五月份 中纪委曾经发表过文章说 坚守党员不能信教的铁规矩 那这里文章里也提到 前任的总书记江泽民 人大委员长吴邦国 贾庆林等 都曾经公开参观过庙宇或者道观 其实很多人都去过 很多人都去过 这里他主要是讲说 李小林受戒 又到了藏传佛教 这是他曾经拜的上师 那有了自己的法号 那这件事情就显得很特别 我个人觉得这件事情 你说跟王林 是江泽民的国师 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吗 我说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就是超越于人的概念 他们也视同 甭管有人心没人心 用多深的人心 他们内心中知道在他们的生命之外 在他们的权力之外 有着他们自己所不能够达到的某种生命和能力 他们又想试图获取 每一个人其实不止他们 人之初性本善 当初他们是有这种想法 那动物本身也有他动物的使命 所以我这里为什么说动物有动物的使命 江泽民就是动物 王林是玩蛇的 但很多是人 其他的有些人是人 为了自己的利益 去追逐这些 保护自己的财产 保护自己的安危 保护自己娶老婆 保护自己生小孩 反正就各种理由了 都是人的理由 去找这些东西 因为在人这儿他解决不了了 李小林很可能啊 他的官运啊 他的一切东西 可能遭遇过波难啊 遭遇过什么 他人这儿解决不了了 有人说他去祈福啊 去求啊 希望自己老爹活的时间长点 因为有老爹在就有他在 老爹不在 后面的故事怎么唱不知道 那保不齐啊 这事不好说 对不对 教父第二集 小教父杀他哥哥 他哥哥出卖了他 那小教父说的很清楚 妈在不要动他 那妈妈 他的妈妈一死 影片的 小教父的第二集 就是把他的哥哥杀完之后 小教父就剩他自个儿了 小教父做事情的风格 要守住家业 在他守住家业 守住家的荣耀的过程中 把家打了 为什么 他就为自己 老教父 到最后 家族兴旺 因为老教父的操守做法 都是为了别人 这是教父第一第二的 本质的区别 表面都为了家族 我自己的看法 人们爱看 我觉得里面就是 因为渗透着人的东西 所以这里面 他希望老爹活的时间长点 我觉得有这问题 但是老爹活多长 这事不好办 文章讲的很长了 说他有很多照片了 他怎么拜佛 这个我觉得就那么回事了 关键的就是 信仰和另外生命的问题 你怎么看 对每一个人都一样 你不用嘲笑他 我就是说那个道理 人不是高级动物 人是人 人是人 人的灵魂有上下传递的关系 非给自己弄成高级动物 然后干这种龌龊的事 你高级动物进庙里去拜佛 你对佛是不是侮辱啊 胡黄百柳该哀杀的 这事就全混在一起 他的中心是为了自己 这就是 我为什么说共产党狠呢 有人说你跟共产党 接多大仇 说我 我说你笨蛋 你以为你明白了 你傻到奶奶家了 对不对 你自个儿把自己 当成高级动物 然后进庙里去拜佛 或者进教堂去跟那个 去拜神仙 第一 然后第二天 这边拜完神仙 晚上就说了 哥们今天晚上去哪啊 哪家姑娘 哪家洗脚的姑娘好 就是拿自己这块肉糟蹋 咔咔玩命凝 真的 在我的眼睛里 玩命使劲的 真是 你真对得起他 那这个 他洗完脚去了 找完女孩 也出去 哥们咱上哪吃 哪得补补 拿窗口店 你也补不过来 吃哪补哪 你吃吧 小样子 让你七跳流血 所以人笨 听明白的 就乐了 自个儿蹲瞧脚 乐了 听不明白的 人好 好 这事咱说白了 文章提到说 李小林 虔诚的信佛的信息 在网上疯传 而这个被称为 金刚法王的 实际 是与李小林 在北京大学哲学系 佛教文化研究生班 相识的 李小林2008年 在接受文化报 文汇报采访时说 有一段时间 我发现有好多 关于佛学 或佛经的书籍 看不懂 便到北京大学哲学系 去学习佛教专业 那当时跟这位大师 是同班 所以他就拜他为师了 今天他自己 霍丰 大日金刚 有他的法号 我个人的看法 我个人的看法 当把真正的信仰 当成哲学去学的时候 就完了 信仰 人要往上走 去理解它 看不懂佛经 看不懂佛法 把佛经 佛法往低了走 叫哲学 站在人心上 去看佛法 佛经 人的贪婪 没有人心 去看佛法 佛经 消掉自己的人心 那是生命的升华 自己浅薄的认识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